脸藕自古就是美丽高洁的象征,现在也逐渐成为我们餐桌上的常客。 今天本周当家菜为您带来两道脸藕菜品。 炸藕丸不仅带给您香酥软滑,更告诉您不同部位的脸藕应该怎样烹调。 操作简单的珊瑚藕片中,同样隐藏着保持脸藕洁白的小窍门。 更为营养专家为您带来一系列的养生知识,帮您调理节后饮食。 更多精彩竟在本周当家菜。 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每天带给您好味道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作为。 今天这里进行的是本周当家菜。 本周当家菜,今天当家的是藕。 那么谁帮咱做藕呢? 给您起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发展大师丙吉和丙大厨。 欢迎丙厨,又来做个节目了,欢迎您。 有一名养专家,专门的给大家讲讲关于藕怎么养生,关于藕该怎么吃它,咱的适当更健康。 是谁呢? 还是我们的老朋友,王静老师,我们的主力是王静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王静老师爱吃藕吗? 非常喜欢。 你看今天这个藕怎么呀? 非常的,因为我在以前买的时候都是看到一个一个的藕,一个一个的,我不知道,我以为这是竹子,你知道,而且很粗壮。 你发现啊,其实菜市场中我们买的藕呢,大多数它都已经给你断开了,我们能看到断面的时候,那我们挑一个藕的时候,丙大师有没有一些技巧? 有,这个藕呢,连起来还应该还长,还要再长呢,还长呢,那是不是一般的话,它在代表越长的话,代表这个荷花,它这个,哎,就生命力会比较强一点,它往那个泥里面扎的更深。 对,哎,这也看得出来,它这池塘水少,因为咱买的呢,一般它都是给,它为了那个运输期间,或者是它为了方便,它都给截开了,没错,截开了这个,我呢,一般是个头上呢,头上这一块呢,它是颜色比较浅黄的,头就是说最点,最点的那个位置吗? 这个后面呢,就是颜色比较深,再一个是呢,它吃起来呢,前面这块吧,这个也比较脆,对,对,有时候买藕的时候,卖家就会问你要做什么藕,做凉拌藕,还是要做炒藕,他有推荐你买不同的部位,好像是有个什么脆藕,还有个叫什么粉藕,是不是,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脆藕现在有一种这个生吃的藕,就是现在在零,自国地区一个马踏湖,马踏湖,这个藕呢,就跟水果一样,它就可以生吃了,哎呦,嗯,还有一种藕呢,就是,时间比较长的面, 面粉粉的,面粉粉,大概是一个那种甜藕,也是吃起来比较面,这个后面这个藕呢,这个前面是这样,刚才王老师说了,可以拌着吃,嗯,是吧,甚至还可以生吃,拌着吃凉拌菜,这个后面呢,就是一般就是烧,就是粗的这些,烧的绝顿的,因为它这个比较面,嗯,如果凉拌的话呢,它就是,口感比较粗一些, 到底该如何挑选符合自己要求的藕呢? 首先就要学会分辨藕的头部和尾部,头部的藕表面颜色较浅,个头短粗,是个矮胖子,这部分的藕肉质细嫩,口感清脆,适合凉拌或者生吃, 而尾部的藕和头部相比,更瘦更长,颜色更深,是个梳膏个儿,这部分的藕淀粉含量高,口感软弱,适合熟吃或者做甜品, 不过,不论哪个部分的藕,在挑选时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要买带藕鞋的藕段,这样才能保证藕段洁净无污染,做到真正的出一米而不染。 那我想问一下别大厨,今天再带来两道藕的菜品是什么? 一个是炸藕丸子,一个是珊瑚藕片, 珊瑚藕片和炸藕丸子,咱们先从这个藕丸子开始, 好,好嘞,比如说我觉得你拿它特配,感觉很粗壮,很踏实,来,再给它断开,有的是我们切开会发现有的是7孔的,有的是,有的是9孔的,有的是11孔的,9孔和11孔,对,我知道我个人感觉是9孔的好像是最好的, 9孔呢,就是它一般就是池塘里的,深水里的那个,就是那个湖泊里的那个,池塘里面的那个,池塘里面的那些,嗯,池塘里面的那些,嗯,池塘, 对,那如果是11孔的呢,11孔就是甜的,它,水面很浅的那些,就是很浅的那些,就是找到地的那种感觉,哦,稻田,稻田, 那这个有,在烹饭上面有没有区别,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9孔适合炖,还是适合做这个,这个,总体来说吧,这个,吃口还是这个,吃,吃午好,还是,那个9孔的好,就是9孔,就是在池塘里面睡多一点的,嗯, 而且这个颜色呢,越白吧,它越好,嗯,这个感觉好看,没错,这个我呢,买回来之后呢, 如果去像这样的话呢,它这里面是比较干净的,没错,如果你买的时候,它干这边切开的话呢,它里面也许就是有一些那个,这个泥沙,沙子,嗯,这样洗的时候呢,其实也很方便,就是有眼嘛,嗯,没错,你用筷子这个,涂一涂,嗯,涂一涂,嗯,还有一个这个很传统的那种,那个,洗涂的方法也是,用那个鸡毛,啊,鸡毛,鸡身上最长的毛,啊,啊,在这边穿一起,在这边掉出来,嗯,它就洗干净了,没错, 这个就是把这个管道通一下的感觉,是不是,把里面的泥沙通好之后,咱呢,把这个皮呢去一去,去一去,说起吃偶啊,其实,有那么一句古话说的好,说夏天呢,离不开我,因为夏天本身容易上火,而且燥热,但我个人是觉得,嗯,因为一到冬天的时候呢,嗯,我们大家都爱吃什么食物,火锅,嗯,吃火锅的时候,我经常有一些老涛啊,爱吃,会吃,懂吃的人跟我说,嗯, 嗯,加掉偶下去,以免我们上火,嗯,这是,能够中和它那个,这样的一个作用,嗯,其实这说,这样说呢,有一定的道理,嗯,也不完全正确,因为这个偶呢,中医上认为,它生吃和熟吃,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嗯,你像它生吃呢,是一个清让,清热凉血,嗯,解壳除,除烦,还有一个止偶的一个作用,嗯,它是一个良性的,但是如果这个偶做熟了以后呢,它就是一个,变成一个温性的了,嗯,它有一个健脾开胃,有一个, 补血生机的一个作用,所以说生吃和熟吃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对,那这个偶里面有多少秘密,它就这种吃完之后,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嗯,那你像这个偶,你呢,首先含淀粉,嗯,含蛋白质,嗯,还有天文多氨酸,各种氨基酸,维生素含量呢,是非常丰富的,嗯,嗯,中医上就认为呢,这个偶呢,有清热凉血的一个作用,嗯,那清热凉血对一些热性疾病,而且伴有一些,呃,出血的患者呢,是非常有益的一种食材,这就是偶,今天呢, 那咱先做的是偶丸子,我们大厨呢,把这边啊,偶已经削好皮了,然后咱这边把这个姜,还有我们这边一点点葱花,给它切好,嗯,咱这个是一道炸的这种小丸子的菜品,炸的菜,好,给它去除一下,这道炸的菜品是要用到,一会儿有面粉,糯米粉,糯米粉,用糯米粉,还有这个一点面包糠,一点面包糠,一起来做,嗯,好,我们这边,把我们这个偶,这个偶呢,这个偶呢,这个一般在切的时候呢,尽量不要用这个铁,嗯, 铁刀,对,要用这个不锈钢刀切,嗯,对,这个一道铁会变黑的,哦,氧化是不是,对,好,然后接下来咱看吗,这个擦虫末,擦虫,擦虫,擦虫,因为这个本身有口呢,也擦不虫虫,也擦,没错,没错,没错,一擦虫虫就下来了,直接擦虫末,嗯,说起这个藕,你看我们大家呢,平时也爱吃,嗯,爱吃大什么,爱吃大那种脆脆的口感,也爱吃呢,藕钻丝连的感觉,你知道你吃它的时候,陶醉在那种拉丝的过程,好像吃芝士一样,你看你, 丝连,对,我觉得这个,今天他吃的丸子,应该过我丝连了,嗯,因为他已经做,做成丸子,已经做成那种很细的绒了,没错,没错,吃起来应该是旋软的那种,对,对,对,冬天吃点藕也非常的好,嗯,对,对,对,然后他这种,藕的这种补益作用就非常的棒,他这种各种的营养物质含量丰富,他都可以有一个补血,有一个生血,还有一个增强人体抵抗力的一个作用,哦,是人类很好的朋友,对,是不是, 是,这边给他擦成这种藕的碎沫,哎呦,这个擦到最后啊,说实话,很飞适的一个过程,对,也很辛苦,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厨,咱今天做这个丸子,它这个糯米粉和我们这个藕,它的比例是什么呢,这个三比一,三比一,谁是一,那肯定是藕的,这个,哦,不,糯米粉,哦,他是一,对,他是三,他是三,我们的糯米粉是一,糯米粉,只是切一个这个蘸合的作用,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嗯,别说,我们今天用的 就是糯米粉,但我一说吃丸子,我更多都是吃那种面粉丸子,那咱用糯米粉和面粉有区别不,这个糯米粉吃起来呢,它比较这个黏,因为这个,这个,这个,我呢,里面有,还有很多的淀粉,没错,但是吃起来这个口感比较好,因为加面呢也可以,但是这个吃起来,这个不如这个,加糯米粉好吃,哦,好,而且我觉得糯米粉可以加一份营养,糯米粉是什么样的,对,糯米粉它是中意上讲的是一个吸引肝和温的,但它可以有一个骨中益气, 健脾开胃,还有一个止虚汗的一个作用,就是它,不止虚汗,好嘞,再加了一点那个酱油,酱油,嗯,再加一点盐,还有点盐,嗯,酱油,鸡蛋,酱油腔不能太多,是吧,嗯,鸡蛋也是为了让它鲜,对,嗯,鸡蛋是个好东西,不管是做糕点呢,还是做丸子,少不了它的,这个,为了这个炸起来,吃起来比较,这个口感比较松吧,嗯,嗯,嗯, 加一点这个面包糠,哦,面包糠不是裹在外面,我以为你要是又要占球的那种,对,做完完之后,没错,你滚它,然后再炸就OK,你看,面包糠在市场中呢,也现在轻松就能买到了,来,包,加一点,来几勺,两勺吧,两勺,好,嗯,两勺,好,可以,好,两汤匙的面包糠,起的目的是口感更丰富一点,那就跟吃到这个乔麦面包里面的乔麦的感觉,嗯,差不多,加那个糯米粉,好, 糯米粉,嗯,嗯,放进去,嗯,三分之一的量就可以了,别忘了比例,糯米粉,以及我们今天藕的比例呢是,1比3,糯米粉是1,藕呢是3,这个量就看你家里结合能够,嗯,也就看你家里人的这个饭料,嗯,也就看你家里人的这个饭料,挑一挑,这个藕丸呢,这个你可以炸完之后,嗯,嗯,然后再混一下,嗯,因为这个,像南方湖比那一块呢,它有这个,这一道名菜, 嗯,嗯,嗯,就是这个藕丸子,就是做一些回锅的藕丸子,嗯,嗯,很好,很好吃,回锅的藕丸子,嗯,好,好嘞,来讲油,我们今天用的油,那也是健康先生带给您重磅推荐的,那就是胡姬花的古法小炸花生油,它呢有浓浓的花生香味,因为它是用古代压榨油的工艺做出来的,所以说你在家里面可以试一试,胡姬花古法小炸花生油,很棒哦,然后咱在几层热的时候把丸子下进去,这个六层热,六层热,这属于,咱今天这个算什么炸,也是一种这个进炸,因为丸子呢, 基本都是这个高温下去定型,嗯,然后低温呢,就是中火,嗯,把它给炸熟,炸熟,然后呢,在高温七八层的时候再炸一下,好,嗯,因为这个丸子,它不,无论是肉丸子,还是这种菜丸子呢,因为它的这个,它是实心的,嗯,是吧,因为它的成熟,在那里面成熟要移植,你几会儿,你几会儿下的话呢,你你准备把外面炸糊了,里面有空心还不熟,嗯,我们的油呢,现在已经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开始进炸, 我们的,哦,丸子,下的时候,火有高,哦,下,哦,它温度上来之后,然后再把火调高一点,再准备下的时候,哎呀,大师的说法很专业,六层热的一个迹象呢,是,准备开始冻了,对,因为这个丸子呢,它不是学乳丸子,它,因为擦的呢,它比较粗,嗯,颗粒装的,比较多一些,没错,嗯,幸会有糯米粉,不然的话,可能下一个锅之后呢,就都变成面包烤,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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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说问一下,您在这个丸子要炸到什么样的一个特征,我们才能把它从锅中捞出来,这个,你看它已经这个黄了,然后呢,它这个已经都浮起浮在油面上了,就还是都飘起来了,嗯,这就可以了,好嘞,先捞出来,先别捞,先这个捞出来之后呢,再搓一下油,再搓一下油,嗯,好,我们呢,需要复炸一点,复炸的目的是让它,这个外面是焦脆的,更脆的,嗯,没错, 那我们在加利班,做什么样的油炸菜品,适合这种复炸呢,这个,你看,炸里脊,嗯,是吧,炸里脊,嗯,基本是炸的东西呢,就像炸吃到这个外面脆的,嗯,基本都要复炸一点,就是你想脆呢,你要把它捞出来之后,等油温再高一点,再把它猛的,对,但是有一些,就像你就要做酥炸的,嗯,酥炸,脆皮,你挂脆皮糊,嗯,那种就不易,这个,在除了,因为在除了下呢,它的颜色上得非常快,它一下子就变黑了,哎呀,明白了,明白了,好嘞, 这样,这些,这个复炸的呢,只是经验于这个,挂那个鸡蛋糊,嗯,嗯,挂蛋糊的一些,挂鸡蛋糊,想让它脆的那些,嗯,好嘞,等油温到什么程度,第七八成,八九成,八九成的时候,嗯,还要更高,这种复炸的一层一层,嗯,好嘞,我们接下来开始复炸咯,来,把它放进锅中,复炸它一下,嗯, 来,复炸一炸,然后呢,在那可以把它捞出来了,对,好,其实复炸一次以后,这个颜色会变得比刚才更焦黄一点,更金黄应该说,是不是,它这个也是为了上色吧,没错,好嘞,我给饼大厨摆一下,好嘞,好嘞,好嘞, 现在我们的藕丸子已经正式的上桌了,一起尝尝我们的藕丸子了,来,一起尝一尝,哦,刚才那中通外之不漫不知的藕,已经变成现在的藕丸子了,没错,没错,哇,藕丸子呢,这个炸完之后呢,里面,我以为是这种脆的会比较多,但是并不是这样,而是里面糯糯的颗粒,好像有点像土豆颗粒,但是好像好像似乎吃不出来,本身的藕丹思莲的感觉,对,对,对,而且它和那个糯米,好像糯米粉已经充分的融合了,嗯, 真的呢,就像饼初所说的,外面脆,里面软,嗯,是不是,对,还能吃出这个藕的味道来,对吧,好吃,真的好吃,那饼初咱下一道菜什么名字,呃,珊瑚藕片,珊瑚藕片,马上饼初再给你送上,今天我们要感谢圣斯特橱柜,感谢日本卡的宝桃锅,感谢秀纸庄言提供扭机视频,感谢本节目的独栽冠名商,青岛胡姬花,古发小炸花,甚至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后饼初告诉你,下一道菜怎么做, 欢迎回来,这里是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今天这里进行的是本周当家菜,当家的是藕,两位老朋友做过我们的节目,他们分别是饼大厨带来好菜品,王敬老师带来好的营养学理论,那么刚才饼初带来的这道藕丸子, 让我们吃出了什么感觉,吃出了外脆内软的感觉,对,是不是,第二道菜叫什么,珊瑚五片,珊瑚五片,你听这名字,你听的这名字,那感觉是尚得听堂的菜,很婉约,很精致的一道菜,我们先不问大厨,究竟珊瑚来自于什么,是不是,我们一会儿看着走,骑驴,看上门,走着瞧,好,这边给我们这藕呢,给它改个刀,这个也是像去皮,嗯,它选择就是最头发, 头上的第一节,嗯,这个是有讲述的吗,就做这道菜最好量,凉拌的最好用,凉拌的,对,找这种尖的位置,就是找细的,是不是,或者说颜色呢,略带一点点白,不是那种暗黄的,对,我们说的是那种,买的时候有人说那种小藕瓜,是不是就是这种,小藕瓜,那可能菜市场中很多,很多这样的人称呼,对,小的,小的,还有一种比这个还短,还,还细的一种,嗯, 嗯,这种藕瓜的特性就是脆,脆,嗯,好,给它把皮去掉,其实说起现在这个时候呢,刚刚我们过晚节,大鱼大肉呢,吃了好多,对,所以说青菜就吃的很少,没错,嗯,那一方面呢,我们要主张多吃点这种骨类,嗯,像那个喝点燕麦粥啊,没错,玉米面糊啊,嗯, 割的汤啊,什么这一类的,这些汤汤水水呢,就有很好的这种去火,还有保养我们脾胃的一个作用,而且呢,我们说这个,呃,过年过节是脂肪的摄入是很高的,嗯,那像青菜啊,这种,呃,就摄入的少,的确,而胃肠道的负担就重,而藕这一类的食材呢,它有很多的,刚才讲到了,有粘液,粘液蛋白,嗯,还有丰富的这种膳食纤维,它就可以和人体的一些胆酸盐,还有和食物当中的一些甘油三脂和胆固醇结合, 从而降低人,人体呢,对这种脂肋的吸收,哇,就是防止那些高血脂啊,包括一些因为肥胖,或者说那种血脂添高造成的一些疾病,对,对,对,可以降,降低呢,我们过年过节之后这种肠胃的负担,哎,你可能在想,过年期间那股那个年份那股热闹劲呢,好像离自己有点远了,但是还是很怀念,毕竟现在,过完年,放完假回来上班,没几天嘛,嗯,那如果说你想哈,改善自己的胃口,不要搞那些大油大水了,对,不要改善大油大汁的,嗯, 那些天天淡淡的,但是也需要自己精心的细调的那些菜,对,对,对,比如说今天这个珊瑚藕片,没错,珊瑚这么意思,还不知道,一会儿呢,看着我们的连达说怎么操作,其实这个藕呢,可以做很多菜,这个,你像这个,其实这个珊瑚藕呢,它是一个传统的一道菜了,嗯,就是它是也上过这个满汉全席,哦,满汉给皇帝吃过的,皇帝吃过的,嗯,这皇帝吃得好之后呢,它流传到民间的,嗯,而且你看那个很多的这种,你如果参加婚宴,嗯, 好像每次婚宴都要离不开这个藕,嗯,因为这个藕有这种和那个藕,哦,就成妆配藕,对,是谐音的,有这种寓意的,尤其是那个糯米藕,就是里面这个,塞的那个,对,塞那个,糯米的,然后红红的那种,甜甜蜜蜜,婚姻美满,对,它吃起来就是刚才你说的一个词,什么藕断,就是藕断丝连,对,它吃起来之后呢,还拉着丝,嗯,没错,没错,其实寓意也好,名字也好,而且呢,药效以及养生的价值也高, 这个藕我们切的是很薄的片,对,嗯,而且看大猪切完了以后,马上就把它泡到水中当,嗯,怕什么,就怕它变黑,它变黑,是不是,对,尤其这把刀呢,它带铁,嗯,对,嗯,这个凉拌菜啊,我在家里面一般其实我更想要的是什么,想要的是藕呢,现在聊厚一点,但我发现大猪您今天这个都特别的薄,嗯,这个薄的口感,能有厚的口感好吃吗,您不是在这边绣刀工吗,不是,不是,这个藕片呢, 它这个,就是,这个,这道菜就要薄的,就要薄的,因为它吃起来呢,这个,经过搓水,在这个处理之后呢,这个冰,用冰水冰过之后,它吃起来是很脆的,哦,要脆脆的,就要赏脆的那种口感,哇,我以为您在绣刀工,其实呢,就要它薄一点,您在家里切的时候呢,也是一片一片的这样,现在我们呢,我们呢,一片一片已经片好了,我们放在水中,给它泡它一泡,泡一会儿,嗯,然后切点这个姜末,姜末,其实泡它这时候也等于是,好,让它呢,哎, 这时候把一些淀粉给、给给,给给,就去出来一些,它能更脆一点,嗯,将撕来一点,两半菜,不清,姜末,姜末,姜末要撤去姜末,嗯,这个末要切得细的话呢,首先要把撕前切齐了,嗯,这个丝要切得细呢,首先要把片儿切得细了,嗯,就撕要切得细呢,首先要把片儿切,切掉了,哦,嗯,这就是看刀工的时候了,的确,的确,就是说你,必须想办法细一点,但其实剁一剁也还好,哈哈哈,对一剁,嗯, 你可以用叉子擦一套 对对对 哇聪明聪明聪明 叉子擦一擦也可以 好嘞 对对对对 尖椒配一下 尖椒来切一点放进去 说起这个藕啊 有没有一些搭配上的比较好的一些东西提醒大家 比如说我们吃藕配什么东西最好 你想想如果你是炖制的话 那你可以藕和排骨一块炖了 我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有名的菜 是不是 好像都这么吃吧 我们如果炖的话肯定是和肉在一块放 但是你如果是你喜欢那种爽脆的口感 那就凉拌好了 凉拌和藕 这是一个很精进的小餐 凉拌加点什么东西 跟它在一块 凉拌你像可以用点这个 实际上你不用任何的配料 只用点姜末啊 用点醋啊 凉拌就可以 姜末和醋 姜之藕 我们这边的姜丝变成了姜末 我们这边的辣椒呢 变成了辣椒片 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藕呢 给它轻轻的烫一下 超烫一下 这个水上呢 加一点这个白醋 水中加白醋干嘛 我们烫它也会烫黑吗 这个对 这个烫很容易变黑 一个是呢 这个锅很重要 如果你用这个铁锅烫的话呢 它肯定会变黑 你加白醋加什么都没用 铁锅 对 它肯定是变颜色 它不是说黑的那个不行了 它就发灰 对 这样你这个 加你用不锡钢的锅呢 再加点白醋呢 它这个颜色不会变 这个藕啊 真是够贵足的 对这个锅特有要求 因为它白嘛 白的东西都要求都高 好 给它轻轻的烫一下 这个烫到什么程度 这个一开锅就可以 一开锅就行 好 等它开锅之后 我们直接把它拿过来过凉 别说哈 你这么一烫还真没有变颜色 反而那咸的好像是更白头了 T2 鸡胸油 鸡胸油T2的感觉了 没错 没错 你千万千万记得 如果说你闲人道 能永远保持肌肤白皙 通体白润的话 你千万少不了白醋 对 不知道咱们附点白醋面膜 会不会好用 有一定的作用 会吗 真的会吗 会 有些自制的赏腹水 就可以把白醋夹到赏腹水里 然后它有一种杀菌消毒的作用 附这个面膜就好想吃凉菜 凉菜中少不了醋的 这边我们想让它白 加点白醋 你看 现在因为不是铁锅 用的是不锈钢锅 因为用了白醋 所以说我们的藕永远这么白 然后说藕是出淤泥而不染 但是看 这个古人就把它寓意是连结 连结高雅的一种象征 看来它对这个容器 还有一些制作的过程 也是要求非常严格的 的确 不能被污染的 好 开锅了 咱把它直接过凉 过凉是保证它更脆 更脆 最好是用很冰的水 只要一条件的话 这个水带上点冰块 直接投进去 它吃起来就是干脆 干脆 那很饱 来 我们这边给它记一下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调汁了 对 这个为什么叫珊瑚片 因为它一个是颜色好看 再给它拌完之后 它又有孔 静悦剔透了 就像珊瑚一样 白白的 白白的 其实就是一种异象了 我明白的 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形成成 琥珀偶片 保余偶片 它还不是琥珀 琥珀是棕色的 琥珀应该是黄色的 应该是 或者是外面挂一层 这个 互部能提倡的指甘 这个就是珊瑚 珊瑚 你看这样堆起来就看就像这个 珊瑚堆 珊瑚 很干净 很洁白 没错 现在我们调一个汁 姜沫 来 这时候我们凉拌菜的核心就是这汁了 来点糖 因为这个味是糖醋味的 没错 一点糖 这个加糖必须再稍加一点盐 这样调它的糖的味道 还是来一点白醋 为什么不用香醋或者说我们平时的 它这个颜色会对这个有影响 你看它就是拌的时候都没有一丁点的其他的杂色 倒一点香油 香油为什么要热一下呢 需要炸一下干辣椒 炸干辣椒 我们一般炸干辣椒都是用油 为什么咱用香油 这个香油炸出来的辣椒呢 它是很香 因为香油本身就是拌凉菜需要用 而且我们这个凉拌菜本身就是一种清淡淡 爽口的那种味道 然后用香油感觉不那么油腻了 的确的确 很清淡 好 来点干辣椒 好的干辣椒直接放进我们的汁里面 这里面呢注意是加了一汤匙半左右的白醋 然后呢一汤匙的糖 一丁点盐就可以了 然后呢加一点点香油 然后我们炸过的辣椒 对 来泼上去吃 对 泼上去 哇 这有点像呛的方法啊 对就是一种呛呛闷 这也可以了 OK了 好嘞 山河藕片 一个有意向的名字 代表着呢 像山河一样美好的事物 同时呢我们这个藕呢 现在是通体洁白无瑕的 哪怕是里面的调味汁 都不用一丁点带颜色的调味料 保证它通体洁白 而且一点都没有被染过的 山河藕片虽然操作简单 其中可是包含了许多 让藕保持洁白的小窍门 首先藕片清好后 要第一时间放入水中浸泡 避免变色 其次焯水时加入的白醋 可是让藕保持洁白的法宝 最后放入冰水中浸泡 也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步骤 记住这三步 做出一盘白白嫩嫩的山河藕片 就非常简单了 嘎崩脆 而且是一连串的嘎崩脆 嘎崩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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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嘴巴牙齿动一下 就会出来一点声音 对 是不是 对 这个还很辛苦 没错 我觉得姜用的很妙 这个姜不仅能提味 而且还能使它本身的这个 这个是不是特会凉 对 而且反衬的这种藕的那种清香 更加的浓郁 没错 好吃 好吃 前段时间过年 大家吃的肚子油油的 脑袋啄啄的 有了它之后 脑袋晶晶凉凉的 肚子也把某位的油就排出去了 风底树上 从那到外 发出一点清香 像它一样 好吃 它这个颜色结白了之后呢 它人就还有食欲 不然过年轻 它吃了些大油事呢 它在肚子里 它吃任何饭都没有食欲 刺激的竹柜 感谢日本卡的宝刀锅 感谢秀之专业 听过纽级视频 感谢本节目的独家冠评商 青岛胡吉花 胡法小炸花生油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是大嘴 我们下期见看新时代 本周大家才不见 不散喽 拜拜